哈囉大家好我是AJ 歡迎來到這個把十月的四三部新翻的名字 隨便唸一遍的美音養節目 不為甚麼就為了蹭點流量 然後順便插個工商喵喵 本期節目由 嗯?等等 所以說那個殺直片 閉嘴我有付錢 本期節目由雲季縣工作室贊助播出 總之就是一群滴滴成立的台V社團 他們成立的初衷是一群喜歡VTuber的人 希望能透過協助VTuber 讓觀眾跟VTuber們都能獲得快樂與成就感 雲季縣旗下現在最活躍的 就是愛喝沒餵水對哥哥最好的優白 你覺得浮雲何時會結婚? 哈哈哈哈哈哈 還有即將登場的三位新人 喜歡廢墟探險與恐怖遊戲的狐狸少女神道陰火 善長唱歌13歲已成年的東方狼魔女莉莉琳嵐 我很多啦 以及擅長心靈魔法與ASMR最不遜的西方狐魔女瑪格麗特 瑪麗?才不遜呢 瑪格麗特與莉莉琳嵐的初配信就在 欸廣告時間到了 福音老闆你要不要考慮再花點錢加個10秒 瑪格麗特與莉莉琳嵐的初配信就在8月29至9月12 已暈船的朋友們快到下方連結去看他們的翻唱影片 想認識優質台V現在就關注雲季線的官網 還有把他們家的V全部訂一遍 福音老闆這腳本還可以嗎? 我就跟你說不要一直cue我 我...我們就是一個專注協助VTuber 讓觀眾... 首先是續作的部分 無知轉生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式第二季 由第一季高品質製作的原版人馬接續製作 魯蒂與愛麗絲因錯陽差之下到了魔大陸 結識了魔人戰士瑞傑路德 並嘗試回到中央大陸的故事 86不存在的戰區第二季 今年4月剛推出的第一季就得到不錯的迴響 由第一季原版人馬製作在相當短的時間內 是否能維持良好的製作品質 並接續第一季的成功呢? 約會大作戰4是睽違了兩年的本篇續作 製作組再次的大幅更動由原本的JC換成了Geek Toys 監督系列構成等也都換成了新的人選 希望在這次大洗牌後可以為這部作品的尷尬品質帶來改變 Marvel of Alternative改編自成人遊戲Marvel of 系列 主角白鷹無形來發現自己身處三年前的過去 也就是遊戲上個篇章Unlimited篇的開頭 因為對Unlimited篇的結局不滿意 於是武打算以未來人的身份幫助Alternative 4的計畫完成 因而改變了後續的故事 異世界食堂第二季 沒想到吧相隔四年會有續作 是由最喜歡的美食番之一了 故事又去食物美味人物香 第二季還會帶來更多貓咪西餐廳 與五花八門的客人們發生的趣事 結成有奈試勇者大滿開之章 故事原案為展赤紅之童的漫畫原作Takahiro 結成有奈試勇者從2014年開始推出至今 包含這季也有三季動畫了 以原創動畫來說算是相當了不起的長青系列作了 半腰的夜叉雞二之章 全夜叉的續作半腰的夜叉雞也在一年後引來了第二季 江樹殺成丸的女兒日暮永遠刹那 以及全夜叉的女兒朱葉的故事 燒搖的話也要馬克杯二號搖 是以傳統工藝美濃稍微主題的日常故事 Mutekin The Dancing Hero 由1980年的動畫《萬能戰士無比敵》 融合現代流行元素的重啟之作 講述主角摩特奇與神秘少年DJ相遇 並且同行靠唱歌跳舞打敗敵人的故事 魯邦三世 Part 6 由曾參與製作《黃金神》為第三季的尖昭龍志擔任導演 接續製作這個50年的日本國民漫畫之一的續作 魔法紀錄《魔法少女小園外傳》最終季 改編自《同名手遊》與第二季只隔了一季播出 第二季開頭的精彩演出在網路上得到了相當不錯的迴響 環彩宇以及其他魔法少女的故事將迎來最終章 接著要講的是這一季的新作《藍色時期》 改編自2020年獲得漫畫大賞第一名的《同名漫畫》 加速行為不良的幽等生十口八虎 在美術社中看到學姐畫的美麗油畫 並在老師的建言下對畫畫產生了興趣 便以美術大學為目標的故事 世界頂尖的暗殺者轉生為異世界貴族 盧克曾經是異世界中的頂尖暗殺者 死亡後轉生被女生要求在18年間殺掉灰營思域毀滅世界的勇者 於是他帶著前世的記憶以及女神給予的技能 轉生到異世界的暗殺世家 並且開始了自己的冒險 這一個標題不會念 櫻花大戰的策劃人廣景王子 這次將以古典音樂為主題再次帶來音樂與少女們的故事 江蘇指揮家帶領寄宿者音樂力量的少女們 和會被音樂吸引的異形D2戰鬥的故事 是D9與萬代南夢宮跨領域合作企劃中的動畫 由MAPA以及Modelhouse共同製作 國王排名是這一季滿有潛力的作品之一 原作漫畫也獲得了許多漫畫大獎 江蘇博斯王國天生聽障身體虛弱的大王子波吉 為了達成與母親的約定成為一個好國王而努力的故事 這不同時也是把全社Wii Studio10周年紀念作品製作品值值得期待 白金終局 改編自死亡筆記本 豹曼王黃金組合的大長冬以及小田劍的同名組合 江蘇高中稱駕喬明日在初中畢業時選擇了自殺 但在跳下陽台時被特級天使納賽拯救 並且獲得了可以高速飛行剝奪他人生命 以及讓人愛上他的能力 而獲得這個能力的架橋要在未來的999天中 與其他12名神的候選人一同繳住神的寶座 Selection Project 由角川與動畫工坊共同製作 綜合了偶像試鏡真人節目的跨媒體計劃 講述這些嘗試實現自己夢想的少女們 挑戰試鏡的真人實境節目 以下抱歉容我不用台灣官方翻譯我真的念不習慣 古建同學有交流障礙 超級溝通障礙的眉少女古建蕭子 在開學的第一天男同學只也知道了他的症狀 以及他想交100個朋友的願望後 開始了協助他在充滿怪人的私立一蛋糕中 認識新朋友的生活 Sucks and Guns 由原創動畫計劃Project Anima SF機人組的准大賞 消炎迷宫標記者改編而成 僵述人類生活在被未知迷宫包圍的圈落中 而探索迷宫的人們被稱為標記者 想成為標記者的眉眉譜以及父親探索迷宫的故事 因為不是真正的勇者而被逐出勇者隊伍流落到邊境展開慢活人生 僵述原本在勇者隊伍內擁有引導者加護的雷德 有一天被對上的賢者指責對逃發魔王沒有幫助而被趕出隊伍 雷德便定居在小鎮並開了間藥店 有一天過去的隊友力特突然前來拜訪 並順勢開始了兩人的同居生活 世界盡頭的聖騎士 講述威爾是一名生活在活死人之階的活人小孩 被三位不死者撫養長大 逐漸成長開始對現況產生疑惑的威爾 揭開了不死族門的秘密 並且立志成為聖騎士的故事 海谷騎士大人異世界冒險中 一名玩家以自己的角色骷髏騎士雅克 穿越到了未知的異世界 因此決定隱藏自己的種族 並成為了一名有正義感的傭兵 幫助許多人解決問題的故事 不是欸 怎麼又有一種熟悉感 月與萊卡與吸血公主 是一部以冷戰太空競賽為背景的故事 江蘇基尼特拉共和國聯邦 正在進行使用載人火箭送人類上太空的計劃 但在這個計劃之下 卻包含著以吸血鬼代替人類做飛行實驗的陰謀 接受訓練的太空人培訓生劣夫接到了命令 他負責監視被選為實驗對象的吸血鬼少女伊琳娜 雖然兩人為不同種族 但劣夫與伊琳娜依然為了前往太空而拼命努力著 進化果實不知不覺踏上勝利人生 偶像培育學員內的鍾成怡是一個又胖又醜 還有體臭的異類 在被神的聲音傳送到異世界時 被霸凌的他也沒有人願意跟他組隊 獨自一人被送到充滿魔物的危險森林的他 卻在瀕臨餓死之際吃到聰明猴掉落的果實救了他 從此開始轉變為人生勝利組的生活 陰陽眼劍子 江樹女高中生劍子有一天突然變得能看得見各種妖魔鬼怪 怕做出反應會讓鬼有更激烈的行為 害怕的他開始故作鎮定拼命無事 是一部恐怖又有趣的日常小品 Visual Presence 由負責Bandream音樂的上松范康 聯合A1與Anipelix聯手製作的原創動畫 以無法融入周圍的孤單少年杰西為主角 江樹吸血鬼們以歌曲與夥伴面對最真實自我的故事 Deep Insanity The Lost Child 是石科威爾·埃尼克斯旗下的跨領域企劃 江樹人類世界中蔓延著會讓人昏睡的蘭道爾夫病毒 而人類也發現了可能是病人的Axlem生態系 動畫則是描述主角為了某個心願 自願前往Axlem展開冒險的故事 大正處女御邪化 江樹大正時代 至末住院因為車禍失去了母親、右手還有父親的期待 被拋棄在別墅開始逐漸變得厭世的住院 認識了父親買給他作為未婚妻的少女莉花戲月 在戲月的照顧下主演開始慢慢找回愛與關懷的故事 《劍等》 集結了Key社旗下作品Canon Air Clannad Little Busters Rewrite 等多部作品角色的跨作品迷你角色動畫 《境界戰機》 Sunrise以及萬代共同製作的原創機器人動畫 由蒼穹之戰神的于恩信義擔任導演 講述喜愛機械的少年追夜天宇在認識了自律思考AI凱後 搭乘上機動兵器為了奪回日本而戰 順帶一提動畫都還沒上映但魔性已經要正式上市囉 吸血鬼馬上死 江蘇吸血鬼獵人羅納德為了拯救小孩而勇闖據說是無敵的真祖吸血鬼 德拉克的城堡 但他發現其實德拉克是最廢的雜魚吸血鬼的喜劇 前輩有夠煩 江蘇很會照顧別人的前輩五天 於第一天上班就被誤以為是中學生因此對五天印象極差的 《吳斯蘭雙葉》 在前輩帶領後輩的過程中雙方都逐漸產生好感的戀愛喜劇 逆轉世界的電池少女 由學員孤島比方的阿斯特拉的安藤鎮成導演上江洲城編劇 物語系列動畫版人設杜鞭明夫擔任角色原案的原創動畫 加速秘密結社阿拉哈巴基 為了守護因為平行世界的真國日本入侵而被消除的次文化 以特殊武器電池少女對抗真國日本的故事 百萬盾及武藏 是Level5公司新作遊戲的動畫版 由曾製作過擁鬥八代九代以及神殿十一人的日野晃博負責編導 以及角色設計 江蘇外星人入侵後人類逃入了避難所 並且刪除了大多數人的記憶過著和平的生活 但機會沒有被消除記憶的戰士 架實著巨大機器人落格為了人類對抗外星人 Pride of Orange CA Animation與DMM Games合作 以女子冰上曲棍球運動為題材的原創多媒體企劃 人設服裝設計由Ben Green的Craft Egg負責 動畫則是魔女之旅的C2C製作 三角窗外是黑夜 三角康介是為拿下眼鏡便能看見零體的鼠墊電源 有一天意外認識了雛林獅冷穿禮人 並被他發現了這個特殊體質 於是康介便被勸誘加入雛林事務所成為他的助手 並受到刑警伴責的委託調查一年前的連續殺人事件的真相 四季陰 名古無產的原創CG動畫 故事發生在日本東海三線 高中山三輪翔被捲入了來自異世界的鬼的戰鬥中 意外的穿上了結合古代秘書以及最新技術的動力俯蓋 並且為了守護擁有拯救世界宿命的巫女名神瘋花而戰 幻想三國志天元零星記 于俊奧丁的經典IP改編動畫 描述在三國時代暗中行動的亡兩王透過讓亡兩附著在英傑身上來擴大戰亂增強自己的力量 而名為天元的組織派出了兩手隊來討伐王兩 本作就是以兩手隊新第六隊四人為主的成長冒險故事 Deadie meets Girl 背景在沖繩的原創短篇動畫 江樹家裡經營沖繩飯店的高一女生 在幫忙家裡的生意時遇到了從東京來投訴的神秘青年 因而在夏季展開了一段不可思議的故事 Beautyvite Cold Black Aniplex旗下的TCG多媒體企劃 描述日本城市新京都受到名為Beautyvite的卡片遊戲主宰 由最強的王統治的城市 主角為了打敗王讓自己的願望實現 在神秘少女的引導下加入了名為蟲狗的戰鬥之中 180秒能讓你的耳朵幸福嗎? 是一部ASMR主題的泡麵番 描述女主角因為身旁的友人對於ASMR有興趣 因而想嘗試錄製ASMR的故事 Wacha Primaki 是星光魔法系列的全新作品 由魔法運作的星光魔法是一個能實現歌舞表演的娛樂平台 衝勤著星光魔法的小姐一直期待可以在那表演 並為了一起出道星光魔法不輸給其他對手而努力 特斯拉筆記 描述作為忍者摩擬以最強間諜為目標訓練成長的少女跟萊姆丹 以在挪威發生的案件為契機 姆丹與自成No.1間諜的庫爾瑪搭檔 回收天才發明家尼古拉特斯拉的遺產 特斯拉的碎片的任務 以上就是這季的新翻 如果想知道我精選推薦哪幾部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9月中會有新翻推薦節目 那麼看完這期的新翻資訊 由哪幾部是你已經預定要追的呢 歡迎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這期節目就到這裡結束了 我是AJ 我們下期再見 Ni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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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